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进行脚步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大马股市收市收的怎么样 今天是2022年7月20日 这是我的免责声名 所以是说所以我们我在这个视频讲到的股像是不是一个买卖建议 所以如果看这个视频的投资者们如果要决定买卖的话 莫果之谱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KLCI大马股市收市收的怎么样 今天股市上涨8.0.58% 所以今天开市高点低点收市都在昨天收市的最高以上 昨天收市的以上了 今天收市是收在143678点 总成交量是24亿.615 总市值是14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总一共上升股市602 下跌股市070亿 不变的是384股 所以今天的蜡烛是一个牛市的股 市场情绪非常正面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上升股市多于下跌股的 所以短区域的其实是反弹上市 所以一如意气了 如果有看到我之前前几天的视频的话 我已经预期了 现在的股市是反弹 进入反弹 包括美国了美国也是反弹 所以美国会带动这边的亚洲股市了 马来西亚也是跟着反弹的 所以因为市场已经纳入了 美国的联储局上升75个基点 才72分 所以股市反弹是 在预期之内 所以我们预期现在的股市会反弹的 压力区大概是在1450到1460之间 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习 里面有三个股 Revenue BS 跟UWC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个 Revenue代号0200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Revenue的成交量是蛮大 所以 纳筑也是很美 去到1块钱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它的压力区应该是会去到108左右 第二个压力区是130 所以它在下面 108以下的盘整的 成交量是蛮美的 属于一个破底范的形态 如果还可以站在10 1块钱以上 我是看好这个Revenue 当下 这个不是我们一个买卖建议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股项 就是 BS代号是6963 今天的蜡烛也是收的蛮不错 它在一个 横摆的形态 形态以上 是自从3月过后 它就摆出一个横摆载规的 交易的形态 所以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股项 它的压力区是在106左右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会不会去到这个价位了 以这个 马来西亚的股市反而来 会带动大部分的股项 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看看 UWC 今天增加量也是不错 它已经有点突破 最正的一个压力区 3.5左右 今天增加的很好 所以下一个压力区会在 4.20左右 所以 也是在横摆的叙事 增加量都很美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 这三个股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按赞 分享 跟Subscribe 谢谢大家 拜拜